今天在整个新内阁 还有立法院的议题里头 工坊有一件事情 稍微氛围不一样一点 这叫做检法的新部长吗 国防部长孤立雄 那么过去在各种的工坊里头 他就是国安情志啊 这各方面也还蛮强硬的律师性格 可是到了国防部带兵之后 所谓的检法思维 第一个给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包括了共军联系的时候 他五分钟就开完会 其他人就交给 蔡末总长去主持会议 然后接下来完全是利多政策 你看看他包括了 把刑事主义的东西 他要取消 取消什么 取消地政部 取消传统的次相数 国君休假不必回报 这是重点了 那以后这个阿兵哥们 回家本来每天都要报平安 这件事情已经可以直接取消 而且即日起呢 把各政府主官留职 就是本来两个人 不能够同时休假 一定要留个留职 就现在完全恢复常态 就是之前邱国政说 睡不着 担心两岸兵兵战危 所谓的战备情况完全解除 他说要让这些管政父的主官 都能够兼顾家庭照顾 才有利于国君人才的留用 征兵木材 那所以邱规 顾不随之外 还有他说 当然他很谦虚 说是邱国政时代 就已经开始研究了 所以没有什么 他不随前规的问题 而是他到了之后 认为应该要继续的改革 其中还有个大理是什么呢 其实很少人知道对于阿兵哥 军方的影响确实很大 国军只能团游 不可以自助旅行 那我们这种受不了团客的 这种行程的人呢 才想象到原来军方会认为 如果军人自己去自由旅行 会有国安疑虑吗 会泄密吗 还是会怎么样呢 所以现在只要减负行程表 还有航班住宿等证明的话 就可以不必跟团 可以自由行 洪森汉给予很正面的肯定 民进党认为 这是军队文明管理的重要里程碑 那这种强制要求 让他们连去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都有困难 算一算 其实全国被影响到 有高达18万人 超乎我们的想象 所以这18万人未来都可以直接自由行 那开放自由行 还是有保密行动要求 例如要配套 第一个要有事情回报 第二个是出行前会宣教 要注意哪些事项 军人有一些跟一般人 必须要注意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一些旅游防疫警示 显然这些做法是不是对 利多是好的消息吗 我在军中待的时间比较少 我说比较短 我19年就退了 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间 其实我一直有很多的想法 我认为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今天我所有看到 那个顾立球做的 都是我当初认为应该做的 所以我相当支持他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军中大概是这个样子 他出一件事情 就开始开一个会检讨 我们怎么样防范 接着就出现了一个防范的一套步骤 中间好比说一个就是回报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当初我们在服役的时候 有人骑摩托车出去出车 我那时候禁止骑摩托车 后来展完就说出车货出去死了 那开始以后所有放假之前 先做离音教育 通通集合在这里 告诉你不要骑摩托车 以前就是放假 大家就走了 时间一到就走了 通通集合下来 那集合下来 每一个来做离音教育的 有的长有的短 那我可能就说 不要出去骑摩托车走 他就走了 那可能换了一个人 开始念 那个谁那个什么 搞了半小时 结果最后怎么办 那个放假出去他约了女朋友 在六点钟在哪里就要见了 一出去他根本来不及 来不及怎么办 骑摩托车撞死了 我们当场就碰到一个 你就知道 其实有时候他去做这些事情 是很无聊的 我再说一个这个 出去旅游的这些事情 那还不是说你要参加团 是你们要一起组成一个团 这个团里面全是你们的 好比说海军官校的 不能参别人的团 那开玩笑 那不是自己跑出去 就是海军官校要有一个团 这中间有一个长官来带队 他要为这个团负责 还要跟长官在一起 整个这样子 我可以不要吗 尤其像现在我们军队缺缘的时候 这些军队真的要去想一想 我也呼吁一下 这个顾利雄去想 像中国大陆现在的 他成军太快了 他军力根本来不及 举个这几单 谁能够当海军的战斗舰的舰长 海军官校毕业的 海军官校多少 经历过这个东西 我上次看到大陆的一口吓一跳 动五两 第一那个是神盾舰七八千盾 多有战斗力 那个舰长是一个女的 她35岁才从军 她从军的时候已经是博士了 已经在外面做过事了 就训练十年 见习这个见习那个 啪 派舰长 为什么 他就懂得一些 你不要怕你的家 我就一定要这个样子 我支持顾利雄 他现在说的所有事 包含他在那里 听完好你们去处理 他交给谁 他交给梅家书参谋总长 参谋总长是作战专家 要信任专家 除此之外 还有连伙食费都在调涨 把每个月的基本费 连夜点费 原来夜点就是宵夜 都加一加增一增 都增加518等等的不等 所以30年没调整的这个费用 全部一并调整包括外岛 对顾利雄来说 国防部提出这个新数字 跟主计总处协调的幅度 还蛮大的 这一切当然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军方军援能够充足 大家愿意当兵 还有顾利雄才上任 他就已经有两例自枪的这样子的例子 很多的军方在高压之下 年轻人没有办法升任这里头的高压 还有他们不想当兵 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例如这个例子 父亲拿了兵单给小孩 他装傻假装没听到 去上班了 然后体检通知 他也没去 然后最后该去当兵 征兵的 通通都没有根据程序来报道完成 结果上了法院 那爸爸就在法院上之间 告诉很直白告诉法官说 我有通知 父亲说我兵单交给儿子 叮叮他要去 结果他是说我没听到 好像有听到 但是我又没有急着上班 没有注意到 总之因为这些行为 犯后否认犯刑 被判有期徒刑三个月 一科罚金九万块 危害 其实这个算是特例 一般不会这样 就是他们两个都在 父子都在推 就说因为他其实是在法律上面 去跟他讲说 我没有要逃兵 但是我没有被告知 他说我知道要我告知他 可是他们两个其实是在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一个漏洞 就是我们没有那个意思 所以你不要罚我们 我们只是漏洩掉 那个message就对了 这个算是很少会这样做 因为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应该要服役 不是吗 那你没有学校平台 你自己不会去查一下 这其一 其二 刚刚这个建长在讲 顾立熊国防部长 他现在新部长新气象 确实耳目一新 讲了很久的黄埔精神 上刺刀术踢正部 他这边都取消了 其实我们就是论事 这个没有必要去 吹捧顾立熊或什么 他做了这个新改变 往后军中怎么变化还不知道 我们还可以再看 但是美军没有这么做 理由是什么 就是以现在目前的一个 战斗方式的话 你面对面的时候 其实也是用枪械 你还要倒去 没有 我现在讲的是那个刺刀术 你到上刺刀术 这个会吗 就是说真的还会这么做吗 来得及这么做吗 对 所以你要不要就训练 那他就直接取消了 不用了 就不用刺刀术了 这黄埔精神是要的 OK 再来第二个 伙食变好 给你增加经费 让大家能够吃的东西 不要觉得说每次军中吃的 都跟喷一样 说实在的 大家觉得我们没有尊严 我们是可能战争第一线 就要挡在人民前面的人 就我们吃的比别人烂 你看其他国家的军队吃的都很好 美军吃的特别好 而且不管是搭飞机看电影的话 大联盟开球 我们都是找明星 他们一个军人 从前面回来以后 全场起立鼓掌 给予自信心 生活自由 以后放假的话 也不用这样一直跟部队报道点名 出国是一个最大 因为我本来不知道出国这件事情 因为我不是直接军人 不能够自由行 很多人 大家都出国 会觉得有落差 别人自由 我不自由 所以就当兵就很苦 然后部队的训练下也就改变 让大家更有自信 所以简单讲 提升军队的自信心 跟改善这个军中的环境 那浅秋 我觉得 因为这个还没有问到 布丽雄本人 就是他是不是希望以后 募兵更顺利 就真正愿意投入的人 他环境更好了 薪水更高 吃也更好 然后也不会被限制 还能够出国 愿意来当病人增加的时候 那我们的兵员 就会充足 而且战力会更好 这是他的一个改革 那因为大家先前有旨意 就是你又不懂军队这一块 你也不是什么 对不对 三军总司令 你是压得住吗 那现在看起来 他采取的完全就是说 你不用质疑 我在军中的专业度 因为我不会 比你在线人更专业 每一家都是参谋总长 对岸都已经军演了 这么重大事情 我听几分钟我就走了 因为真正如果发生战争 指挥的人也不是我 所以我就当好我的国防部长 把整个军中的环境改变 组织管理 然后跟美国买好东西 他跟美国关系看来不错 买好我们该要的东西 算是完成的 当然很多年轻人 不愿意当兵 怕单兵的原因 就是因为两岸兵凶战危 兵凶战危到什么情况 连电玩游戏公司 都直接把它当成一个题材来做 模拟2020年后 2045年 中共攻台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它的宣传室是这样子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过去的所有的选择 会造就怎么样的未来 很快就会知道 在2045吗 游戏背景是什么 外国的盟邦愿意持援 前提是台湾能够依靠自己的军力 要撑10天以上 所以各种角色很有趣 触统会 昆森航太 戏顿商社 台湾自卫队是一只熊 大家很熟悉 像这样的游戏 也是某一种现况的浴室 或者是一种枯萨吗 美军的火商 军火商 金蛋美台的军俄国防会议 在今天登场之后 自由时报马上写 绕台攻击只剩一架了 所以他们军火商来就没事了 当然是我们要买更多的武器 拜登政府对于台湾到底会支持多少 10元真的要撑10天之后才会来吗 对台湾第10次度宣布了军售 外交部特别鼓掌欢迎说 非常感谢 其中是针对F16的型的 专用航财两岸 零件相关设备 相关的总价 大概96.7亿元要卖给台湾 军火商来越多 当然我们是买越多 但问题是 拜登认知是不是有衰退 是自己的前美众议员议长 麦卡锡他所公开表示的 他说拜登对他来讲 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 在很多场合里 他连进场坐下来都要10分钟以上 然后坐下来讲话 各种的缓慢的情况 他认为他已经不是 他过去认识同一个人 现在的决策 让他产生很大的疑惑 甚至会有认知衰退 如果我们单方面依赖 只靠美国的话 这样子决策的总统 就像川普有没有比较好 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感觉 就像电玩游戏的 会让人家感觉人心不安 霍志 我觉得他做 就是把台海战争 做成桌游 这已经 这当然是黑色幽默 2045中间还有多少变化 其实大家现在讲 都讲不准 因为他以前都做的 可能都是过去发生过 这个公司以前做的 都是历史游戏 历史的战争的桌游 做这个是第一次 但我觉得说 这东西会变成桌游 当然就表示说 大家对这个的急事感 已经越来越严重 但是只是说 如果是我的话 我真的不太 不知道要抱着什么心情 去玩这个游戏 真实人生 对 就是说 把自己生存的危机 当成游戏 这个转换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 心态都调得过来 那个美商的军火商会 这次的军火高峰会 其实没有大家外界 想象的那么的重要 就是说他其实来 也没有见官方 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几年我们跟美国买武器 是卖方市场 美国告诉你要买什么 美国决定你要买什么 已经不像以前的时候 是我们决定 我们要买什么东西 所以这些厂商 当然来台湾是要跟 他们自在也不见官方 就是说他们来 他们当然还是跟 我们台湾会 我们必须是买方 但我们是跟美国政府 在决定买什么东西 我们并不是直接跟厂商 所以他们可能还是要做 还是会做一些关系的 这算是很踊跃 来相信30家是最多的一次 对 但是他们来自 来自不是来卖武器的 你不要觉得说这些人 是来卖一堆武器 让你台湾的状况更好 不是 是因为 二乌战争打到全球武器 的生产速度不足 他来台湾是说 跟你台湾的厂商 看看有没有什么 合作的机会 我什么我做不来的 让我台湾的厂商来做 他主要的目的 其实是在这里 所以他并不是说 这些人来会卖更多武器 来给台湾强化我们保卫力 不好意思 你也没那么多钱买 再一个就是说我刚刚讲的 现在是拜登 美国政府在决定 你到底买什么 不是这些厂商直接靠拉比 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当然对国防产业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帮助 实际上来讲 到底我们国防产业 能够到哪里 是不是就因为这样 能够一飞冲天 我基本上是比较直 以前比较重要反而是 拜登那个第14次的军售 但是都是F16的 维修的相关 相关的那个 但是目前为止 好像看老共也没有特别的反应 我本来以为老共对这些事情 会比较在乎 但是看起来好像还好 因为反正你武器已经买了 剩下的 那是维修料配件 对维修料的配件 还是最贵吧 那个本来就不便宜 但问题是看起来老共也没有 所以也不必把它当成一个 什么伟大的成就 或者说你去 去把它配成说 好像拜登又如何如何 因为我觉得拜登刚刚讲的认识衰退 因为他已经看到 就说身体有状况 然后讲话翻来覆去 额视已高 那问题是重点是说 他实在以他的外交专业 或者是国际关系专业来讲 他表现不应该是这样 光保卫台海这件事情 他的 翻来覆去的说法 他的讲法翻 因为这个应该是一个 很严肃的东西 应该是一套固定的说辞 然后小幅度的调整 但他不是也 他不管在台海 在以色列的问题上面 他的讲法都翻来 都翻来覆去 我觉得我若杀国安团队 国安幕僚 我会非常非常困扰 光后面美国 美国那个国务院 在帮你擦屁股 都不知道擦了多少次 所以我觉得他的状况 的确是不好 所以你今天来讲 通通都压上去 在他身上 我觉得有点恐怖 的确是风险很高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检查一下 因为听说有些人 按这个订阅之后 之后还会跑掉 你检查一下 看订阅还在不在 如果你已经订阅 没有关系 你周边的亲朋好友 帮我们拉拉票 请他们也订阅 而且要帮我们多多分享 谢谢 拜托 拜托